從好時 喜事變成汗時 你知道當下真的是覺得怎麼會是我嗎 把她陰產出來之後 就是她去 把她直接扭到 像電話形那樣子 期懷孕七個月陰產 阿虎沉痛皆關鍵主因 那個醫生說沒有心跳的時候 你當下是 就流淚 傻眼 然後就是要陰產 沒有人家 風神武雄前班底 阿虎四月才開心宣布 和老婆做人成功 沒想到上週沉痛症 17個月大寶寶無心跳迎產 她熟度露面受訪 仍然難以接受 這種難過的感覺 不是一直持續的 或是突然間她就吸來 因為之前是從好時 喜事變成汗時 很多人來跟我加油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也是很難過 我真的會覺得說 怎麼會是那樣 就怎麼會是我 你知道當下真的是覺得 怎麼會是我 在肚子裡面的時候 是說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沒有心跳 然後我看超音波已經碎中了 後來就是 把她陰產出來之後 稍微說明了一下 大概就是期待 她去把她期待扭到 像電話線那樣子 我也看到了 至於為什麼會是這個狀況呢 醫生說可能本身 她自己期待就有缺陷 發生的那個時間點是 因為她剛好 老婆回台中 我在台北 然後她就說她想要去看一下婦產科 因為她覺得怪怪的 那那天我本來要出門 有個事情 我也覺得好 我先等消息 看怎麼樣 我再決定要不要出門 好了 就是突然就有這個暈感 然後過不下就接到說 然後就說要陰產 那就哭從台北 哭到台中了 對 我覺得最遺憾的事情是 因為都很突然 那我們那間醫院也沒有冰櫃 所以小朋友出來之後 馬上就要 到冰儀館 處理 就請了一個配合禮儀公司 他們是說會另外再把她掩埋 可是就沒有要 沒有祭拜 什麼都沒有 這件事情就好像沒有發生過 我本來就說 能不能火花 至少我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她就說沒有人 沒有父母在看的 因為有點白髮的時候 沒髮的那種 的確就是 父親養飾 發現前就娶好女兒的小明 佈置好女兒房間 但就怕觸景傷情 已全部拆除 每次都沒問題 對 所有的健康 所有的檢查都OK 對 大家就是期待這個生命的到來 對 沒有預兆 沒有輾兆 的確到後期 只能說我們疏忽了啦 因為 有人說 嬰兒到了這個 這個周數的時候 就是 她可能轉到背面 就是她的拍動 不會像之前 這麼 激烈 我們播音樂的時候 的確是沒有感覺到 但也沒有去想說 是不是 因為醫生也沒有講 我現在很 很最怕的一件事情 是 過了一段時間 就是大家生活回復平靜之後 不忘記現在曾經有這麼悲傷 那才是最遺憾的 因為你現在 留給這個小朋友 只剩下的思念跟難過 對 但有一天這件事情 會慢慢被複平 那件事才是最難過的 但搞不好那時候 你又是另外一個新生命的 對 可能 所以我只希望我不要忘記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感謝你